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年内覆盖率将达到80% WTO同意成立一个解决小组来处理中国跟澳大利争端 中国游客违背了伊朗的公序良俗 大使馆发警告说要尊重宗教 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Lady Gaga还有贾斯汀比伯泛记经典美剧老友记遭中共的阉割 经典的美剧老友记重剧特级在中国平台上播出的是删减版 听闻这个消息 有中国的网民就表示惊讶 有人也感到愤怒 但是也有人也表示部分的理解 来自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令粉丝期待已久的美国经典的情景喜剧老友记 重剧特级在本周四 也就是5月27号的时候上线 细心的观众发现了 在HBO MAX上发布的版本是104分钟 而在中国视频平台上播放的版本却少了几分钟 在中国知名的社区网站豆瓣有关该片的介绍是 片长显示为104分钟以及98分钟的删减版 有人不禁要问删减了什么内容以及为什么要删呢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国际知名的歌手贾斯汀比伯还有Lady Gaga 以及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的客串镜头 以及有关于同性恋双性恋还有跨性别者等一些 近少数群体的内容被删减 在新浪微博上拥有近10万粉丝 被认证为知名的音乐博主的另类国度 星期五的时候另外发现 在中国视频网站优酷上播出的版本当中 出现了肺炎病毒和胚胎字眼 以及有关于女性敏感带等内容也被删除 虽然与HBO MAX同步播放老友记的三家中国网络平台 没有给出具体的原因 但是外界做出了如下的猜测 首先Lady Gaga曾经在2016年与西藏的流氓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进行会面 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位美国明星此前被禁止在中国演出 其作品也被北京当局下架 最初在美国走红的加拿大歌手贾斯汀比伯 在2014年在社交网站inscreen当中 晒出了自己在禁国神社的照片 不少中国的粉丝表示情感受到了伤害 贾斯汀比伯由此删帖并且发表了道歉 他于2017年被禁止去中国演出 北京文化局当时给出的理由是 据了解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他在境外社会生活以及国内演出活动当中 曾有一系列的不良行为 引发了公众的不满 为了规范中国国内的演出市场的秩序 净化演出市场的环境 因此不以引进不良行为的演艺人员 防弹上年团在2020年的一次获奖感言当中 提到了韩战的痛苦历史 缅怀1950年到1953年韩战当中 无数男女的牺牲 而韩战的历史当中 韩国和美国军队对抗的是来自朝鲜和中国的军队 该团也由此陷入了辱华的争议 得知自己收看的是删减版本之后 有粉丝惊讶不已 表示说真没想到老友记也会被阉割 有人愤怒的质问到 中国观众就不配看完整的版本吗 特意冲了个会员 结果看的还不是完整版 还有人不解的写到辱华可以理解 但是同性恋内容也删 这未免也太封建了吧 也有用户对被删减的画面 尤其的好奇 设法通过其他的一些渠道 一睹为快 更是有用户尝试着把被删减的片段 和完整的版本上传到了视频网站 有部分的网民一度奔走相告 说B站有没有删减的版本 迅速的储存 而星期五的时候 中国的爱奇艺优酷腾讯 发表了联合的声明 谴责老友记重聚特级上线之后 在B站遭到了倒播 三家视频平台表示说 对这种不尊重知识产权公然盗版 扰乱网络视频行业秩序的行为 表示严厉的谴责 呼吁行业和社会共同的抵制 这种侵权的行为 B站随后下架了相关的内容 另外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还指出 中国去年超过美国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之后 惹怒中国当局的代价也变得越来越高昂 本周早些时候 美国演员塞纳在台湾宣传 她的最新电影速度与激情9的时候 称台湾是一个国家 随后她在中国的社交平台上 对此发表了道歉 再来看一下广东一岁的婴孩确诊 官方表示说这一波的疫情更快更强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广东地区近期再次传出了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 佛山市一家三代染疫 新增的确诊者仅有一岁 广州市卫健委的主任 黄光烈指本次的疫情传播更快更强 需要和病毒再跑 中国在28号的时候 新增了16例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病例 其中两例本土确诊的病例在广东 分别有广州和佛山通报 另外8例的本土无症状的确诊病例 5亿集中在广州 其余的则在佛山和深圳 佛山南海区28号新增的确诊者 是一名年仅1岁的女婴 女婴的一家三代当中 除了她还有两名无症状的感染者 她们居住的社区已经被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而临近南海的善城区28号起 则对所有的居民进行了病毒核酸检测的普筛 在广州爆发疫情的立湾区四个街区 也被调整为了中风险地区 和另外一处名为海龙街的低风险地区的居民 被要求停止一切的非必要的活动 每户每日只能够有一个人外出购物 区域内的餐厅娱乐场所还有学校 居已经停业 另外计程车和网约车也禁止在上述的街区运营 区内的七个地铁站口也则改为了只出不进 在深圳此前多名的无症状的感染者 都和盐田港区的国际货轮作业有关 当局已经决定对盐田区的居民进行普筛 广州市卫健委的主任黄光丽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与去年相比这一次的疫情传播的速度更快 传播力也更强 因此对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以便及时的切断感染力 再来看一下深圳盐田区要求全员检测一人不漏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 深圳市盐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9号的时候发布了通告 呼吁此前因为出差外出等一些原因 没有能够接受核酸检测的市民 尽快的前往就近的核酸检测点 主动的进行采样 确保应检进检不漏一人 来自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的报道说 深圳的盐田区决定在全区范围之内 展开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 以及疫苗接种的双版行动 即实现全区全员核酸检测和目标人群的 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两个百分百的覆盖 在前期已经基本完成了全区核酸检测的基础之上 对重点人群实施了七天三检 并且陆续的开展第二轮第三轮的核酸检测 据了解自28号开始 深圳盐田区在大梅沙社康中心 还有盐田区人民医院盐田院区的核酸采样帐篷处 以及盐田区人民医院本部门诊的核酸采样帐篷处 设立了三个临时的采样点 每天工作时间为8点到12点以及14点到22点 为之前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能够进行核酸检测的居民 提供国采的服务 疫苗接种超6亿 钟南山表示说年内覆盖率将达到80%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根据中共官方的通报说 截至到28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接种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累计 已经突破了6亿剂 中国工程院的院士钟南山28号的晚上则指出 到今年年底疫苗的覆盖率将能够达到80% 中国最新发布的人口总数为14.1亿人 如果以每个人应接种两剂来估计的话 需要施打22.56亿剂次 才能够达到80%的覆盖率形成群体免疫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29号的通报指出 截至到5月28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31个省区 报告接种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6亿299.1万剂突破了6亿剂 自3月27号超过1亿剂以来 中国接种疫苗持续的加速 数据显示最近6天接种核剂突破了1亿剂 26号一天就接种了超过2000万剂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说 钟南山在28号的晚上指出 到今年年底 中国疫苗的覆盖率将能够达到80% 但是当前疫苗的产能仍然需要加强 他表示按照疫苗保护率达到70%来计算 中国大陆的疫苗覆盖率需要达到近80% 才能够形成群体免疫 无意长假之后 中国大陆多地相继出现了零星的本土的疫情 促使民众更加踊跃的接种疫苗 但是多地近日以来宣布 6月10号开始暂缓接种第一剂 以接种第二剂为优先 官方宣称这是为了避免出现 打了上针没有下针的情况 不过许多的民众在网络社群当中反映 疫苗供应不足 再来看一下WTO同意成立解决小组 来处理中澳大麦争端 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日本媒体5月29号的报道指出 世界贸易组织WTO于2021年5月28号 同意成立一个争端解决小组 来处理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 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引起的争议 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提恩 5月28号的时候表示说 澳大利亚政府会要求WTO成立争端解决小组 以解决与争议有关的忧虑 日本放送协会NHK5月29号的时候报道指出 澳大利亚于2020年12月 已经就大美的关税争议 向WTO提出了上诉 中澳根据WTO争端解决程序来谈判 但是没有能够达成解决的方案 而程序的下一步就是成立争端解决小组 再来看一下中国游客违背伊朗的公序良俗 中国大使馆发警告说要尊重宗教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说 中国驻伊朗的大使馆29号的时候 通过了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提醒 表示说注意到了近期 某中国公民在伊朗旅游的时候 有违背当地公序良俗的行为 并在社交媒体上炫耀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通报指出 中国的中央文明办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曾经发布了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出境旅游的时候 中国公民应当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风俗礼仪 以文明的言行举止 为中国形象天才加分 通报还提醒说 每一位游客都代表着中国公民的形象 尊重当地的公序良俗 注重绿色环保 真爱文物古迹 杜绝乱客乱话 这些都是需要注意的文明素质和修养 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特别提醒 在伊朗的中国公民 务必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尊重不同宗教信仰 注重言行举止和个人的修养 此外还提醒表示说 当前新冠疫情仍然十分严峻 出国旅游仍然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 请坚持非必要不履行的原则 在伊朗的中国公民 务必要高度的重视当地的疫情 树立疫情常态化的防控意识 严格的遵守防疫的规定 做好个人的防护 避免前往人口密集的场所 或者是参加聚餐以及聚集性的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